近日,据媒体报道,美国第一款隐身战斗机F-117夜鹰,被人拍到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中活动,而这也已经不是F-117战斗机第一次被拍摄到了,之前就有人曾经在美军基地中拍摄到了F-117战斗机,这充分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美军的F-117战斗机到现在为止还有存在的必要。 它的一些部分特性,对于现在的美军而言,也十分有帮助,而关于F-117为什么会被安排在内华达州沙漠里这个问题,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内华达州的环境可能比较适合隐身战机的存放,不仅如此,美军还封存了一些F-117战机,按照美军对于F-117的要求来看,这些F-117战斗机必须要时刻处于能用的状态。 换句话说,只要战争爆发,美军就必须能拉出这些战斗机来用,而这也让许多人都为之费解,毕竟这款飞机在美军的战斗序列中,也不算是特别先进。 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美军目前已经拥有了F-22和F-35隐身战机,对于F-117已经不是特别需要了,而且,F-117在一些性能上还不算特别突出,甚至有时候被击落的风险可以说是相当大了。 之所以这么说,还是因为在南联盟的时候,F-117创造了一个被击落的记录,美军第一次把F-117隐身战斗机投入实战,是在美军入侵巴拿马战争时期。 当时这些F-117战斗机全部从内华达州出发,飞行了18个小时,最终在巴拿马上空投下了炸弹,而巴拿马的防空体系根本没有发现,只能白白挨炸,而这也给了美国非常大的信心。 美国认为,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能力,能够发现这些隐身轰炸机,随后的海湾战争,也让美军对此信心十足,并且,它还证明了美军在隐身战机上面的投入,是十分划算的。 不过,在对南联盟的轰炸中,美军可以说是折戟沉沙了。 当时,塞尔维亚装备的萨姆三防空导弹,在贝尔格莱德西郊的导弹阵地,击落了莱范的F-117战斗机。 当时,美国方面拼尽全力才把这件事给压下去。 同时,美军的救援部队在和塞尔维亚军队抢时间,终于抢在了塞尔维亚军队前面把飞行员给救了出来,才不至于丢大人。 这件事也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F-117战斗机对于过于老旧的雷达波段,是没有防御能力的。 同时,这也侧面证实,隐身战机也并不是完全天下无敌,想要收拾隐身战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 贝尔格莱德的这件事,就证明了这件事的正确性,所以这也就是美军到现在也还在继续用F-117的主要原因。 因为只有不断地使用和测试,才能够真正看出隐身战机到底对哪个波段的雷达真正的毫无免疫力。 并且,美军也借此不断完善自己的隐身战机涂料技术以及启动的细节问题。 所以,即便是美国在2008年的时候,正式让F-22全面替代F-117。 F-117也没有真正的被封存起来,不但基本都处于战备装填,随时都能解封,而且还有不少正在进行测试。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F-117战机还在进行一些新型的测试,这些测试极有可能是在为美军未来的隐身无人机做准备。 而F-117无论从气动布局和别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P子。 而这些也恐怕是F-117到现在为止还在用的最主要原因。 而未来,美军也有可能因为这些,把F-117继续作为一个专门的验证机。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科幻玩具,实际上它的发动机已经开始整机试验。 近日航天科工公众号报道31所先进试剂,提到国产某型组合发动机开始进行整机原型硬证试验。 标志着国产新一代发动机研制已经进入整机发展阶段。 笔者注意到这个发动机是组合发动机,表明它能够适应宽广飞行包线。 未来飞行器飞行包线比现在更大已经是趋势,这样对于发动机提出了更高要求。 单一发动机甚至单一不同工矿发动机都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 所以需要不同类型发动机组合在一起,支持飞行器性能升级。 所以各国和地区也认为组合发动机是未来趋势,追求更快的速度是趋势。 单一发动机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要求。 从报道之中出现机器道,涡轮等字眼可以推测这个发动机应该是一个涡轮机发动机。 涡轮发动机最大优点就是可以让飞行器能够让飞机那样在常规机起降, 不需要像火箭那样要修建专用发射场,经济性更好。 另外涡轮发动机经过近一个世纪发展,技术也非常成熟,难度,成本相对较低。 后面还有一句这种发动机在未来商业航天领域地位重要,表明这种发动机可能会用于商业航天发射。 一般认为涡轮发动机只能工作在3马赫以下速度,显然不能担负这样的任务。 吸气式发动机能够用于航天发射的只有超燃冲压发动机。 超燃冲压发动机在使用轻氧燃料的情况下,最大速度可以超过10马赫,由于它不需要携带氧化剂,因此超燃冲压发动机效费比比普通运载火箭要高得多。 当年美国空天飞机就曾经以超燃冲压发动机为动力,澳大利亚也在研究基于超燃冲压发动机为基础的运载工具。 国产高超升速飞行器采用涡轮增强火箭冲压发动机以提高飞行速度。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31所此次试验应该是国产涡轮冲压组合发动机,这也是各国和地区发展热点。 从相关资料来看,传统涡轮冲压发动机组合发动机在速度超过5马赫以后性能就会迅速变差,飞行包线扩展幅度较小,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动力系统。 国内选择是涡轮增强火箭冲压发动机,它实现了涡轮、火箭、超燃冲压发动机融合一体,燃烧式并列,进排气系统共用,从而实现最佳热力循环和工作过程。 这个方案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利用火箭技术,让发动机具备灵活的推力调节能力。 涡轮和冲压发动机交换更加平稳,发动机各种状态转换更加灵活和方便,特别是让发动机最高速度能够突破5马赫,从而为飞行器乘入高超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从这个报道可以确定国产涡轮,增强火箭冲压发动机已经进入整机原理试验来看,至少是一个比例原理量机试验,表明这种发动机已经走过前期技术公关,部件研制,总体设计,结构设计等阶段,进入整机原理试验阶段。 如果测试顺利,则有可能进入全尺寸工程发展阶段,为国产高超声速巡航飞行器研制提供动力保障。 腾云飞行器可以直接在常规机场起降,它采用了两级入轨,以降低技术难度。 国产高超声速巡航飞行器研制成功之后,可以说意义非凡,首先它能够向飞机那样从普通机场起飞,不需要专用发射场地。 飞机抵达高空之后,开启超燃冲压发动机以5马赫以上高速飞行,飞行速度得到极大提高。 飞行器能够在1-2小时之内飞遍全球,或者打击全球范围之内目标。 现在飞机需要时间接近20个小时,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飞跃。 由于飞行器具备极高速度和高度,增加火箭发动机之后,还可以实现单机。 单机,入轨,最大限度实现重复使用,现在运载火箭只能一次性使用,消费比要低得多。 也可以实现双机入轨,利用飞行器高空高速赋予航天器极大初始动能,这样就可以减少助推火箭体积和尺寸。 降低成本和费用,可以说是未来商业航天物质基础之一,三体军事。 国之利器第1095期,六代机的研发已经有两个项目上网。 英国的暴风雨战斗机和法德的FCAS战斗机,前一阵有风声传出说两个项目有可能合并。 但笔者认为,不管是否合并,六代机的基本特征都已确定。 许多人认为六代机是一架战斗机,但航空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严格意义上说,六代机是一个空战系统,我们可以从FCAS和暴风雨战斗机的概念中发现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其定位都一样。 即超越F22战机,基本指标是隐形机身,强大的传感器,包括与卫星,指挥中心直接连线的能力。 远程空对空导弹,高能激光或微波武器,控制协同作战的无人机,无人飞行模式等。 F22作为五代机已经建立了超机动,隐身,超视距,超悬等技能。 那么六代机显然不是四大要素的加强版,六代机要突破智能作战的问题。 因此六代机并不是一架战斗机,而是一个空战系统。 包括有人,无人驾驶平台,法德的六代机明确指明下一代战斗机要与下一代无人机构成空战系统,后者扮演中程辽机的角色。 今年7月,英国方面公开展示了暴风雨战机的概念模型,并且提出了可选装飞行员的模式,其具备无人飞行模式。 总体上,英国的暴风雨项目更加详细一些,具体规定包括使用自适应循环涡扇发动机,高超音速武器,智能计算机协助飞行员作战。 但是暴风雨,法德六代机项目对飞行性能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我们并没有看到最大飞行速度不低于两个音速这样的描述。 原因在于飞行性能已经不是六代机追求的方向,而是一个基础参数,比如暴风雨战机显然要具备五代机所拥有的飞行性能。